各位同学,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圆柱的体积又该怎么样做计算 就像这题,它说有一个高为10公分的圆柱 底面是半径为3公分的圆 那要求它的体积 这样子的题目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圆柱切割成8等份、16等份或32等份 再把它们重新组合 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展示的动画一样 首先是切割成8等份的状况 就像我们在切蛋糕一样,对不对 把它等份为8份 之后呢,把每一份都拿出来 再做重新的排列组合 长得像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分割成16等份的状况 切得越来越小了 我们一样重新组合 变成这个样子的图形 最后是32等份哦 哇,每一份已经非常的小了 已经切割得越来越密了,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一小片一小片的图形重新拼凑起来 长得像这个样子 好,这三个图形我们把它留下来之后 要请各位边观察边回答下面的问题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请比较一下 上面的圆柱和下面这个新拼成的形体 两者的底面积是否一样啊 我们来思考一下哦 我们在这个切割 然后重新拼凑的过程当中 有从这个圆柱里面拿走一些东西吗 没有,对不对 那我们有心放一些东西进来吗 也没有,对不对 所以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 其实分割拼凑前和分割拼凑后 这两个形体它们的底面积 其实是会一样的哦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如果啊,圆柱切割成越来越多的等份 合成的这个新的柱体 是不是越来越像长方体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图看到 这个图它的底面积 其实还有像这样子的波浪状 对不对 所以它看起来 比较不像是一个长方形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越切越细 你会发现这个波浪的地方 越来越密 那越来越像是直线 直到切割成32等份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它已经几乎越来越像一个长方形了 像这个样子 越来越像一个长方形了 所以没有错 如果我们把它切割的越来越多等份 合成的新的柱体 其实是会越来越像长方体的哦 好,那既然越来越像长方体 怎么样求一个长方体的体积 不就是底面积乘以高吗 那我们先算出它的底面积 根据我们前面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新的形体的底面积 和原本原住的底面积 其实是会一样的哦 所以这个新的很像长方体的这个人 它的底面积是不是就是我们原本的圆的面积 就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3.14 答案是28.26 那它的体积要怎么算不就是底面积乘以高吗 底面积是刚才的28.26 那住高是10公分 所以算出来的答案是282.6立方公分 因此啊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圆柱的体积一样可以用底面积乘以高的方式来求得 只是这里的底面积 当然我们就是要算出这个圆的面积咯 好这样子你会了吗 好这样子